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再来去想 那如果每台机器当中保存的这样数据库的数据一旦太多情况下 那就很可能说我并不是留一台就能够把整个数据全存下来的 可能会有多台机器来存付一份数据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说的这个分库分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应的所谓的这个分库分表 在这个分库分表当中呢 首先先来说的呢 叫做垂直的 先说这个垂直分表 什么叫做垂直分表呢 就相当于说把一张表垂直方向一刀切 那你看看一下 比如说现在有这么一张表 这里一张表当中呢 有五个字段 然后呢 接下来我要进行垂直分表的话 就相当于把这张表的五个字段呢 给你拆开一下 一刀切 切完之后呢 就变为两张表了 每张表当中维护一部分字段 然后呢 这两张表当中都是通过相同的这个ID管理起来的 那这样的方式呢 就代表是垂直分表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然后呢 这个垂直分表 有些公司的话 你在进货东西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有些公司那张表里面呢 存放的是有几十个字段 还好说呢 还有上百个字段的表呢 那如果出现上百个字段的表的话 只能说它在一开始构建这个表的时候呢 设计的实在是不太合理 一般来说的话 不可能到达上百个字段的那么样表 是相当不太合理的 然后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去说过的这样一个特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种垂直这样的分表呢 我们就想 你把它切开 切开之后的话 那我再进行数据查询的时候 是不相当于我就得从两张表当中进行查询啊 对吧 把它联合查询 把它联合查询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时候呢 如果仅仅说这个垂直分表 那它实际上意义不太大 在于哪呢 我给它垂直分开 垂直分开之后的话 那我实际上 最终来说是不还得去把它 最终联合起来的时候 是不还得进行联合查询啊 所以一般垂直分表的用途不是太多 那么再来看一下 还有垂直分库 那垂直分库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不是以把表来进行拆 进行垂直切 而是怎么去切呢 而是说以数据库的方向来进行切了 把数据库来切的话 相当于在一个数据库当中呢 可能包含了多个业务逻辑 包含了用户逻辑 包含了订单逻辑 还包含了商品逻辑 那好了 我就要通过这种方式 我把用户的数据的表相关的东西呢 给你维护来一个数据库 然后呢 在这个订单的话 我再去另外建一个数据库 放到另外的一台机器当中 然后呢 我再把商品呢 再放到一台数据库里面 再维护一个 那现在相当于是把这个表当中 按照逻辑方面 给你分成了三个数据库来 这是我们所谓的垂直分库 但是你再来看一下 这个垂直分库的话 应用场景在哪 你去想了 如果使用这样垂直分库的话 得有一个绝对的前提 什么前提呢 就是这三个库之间的表的关联 一定是降到最低了吧 最好的理想情况下是 这些之间是不是没有任何关系啊 那时候再做呢 如果一旦有关系的话 好了 你就不是关于表的关联查询了 而是库的关联查询了吧 那会更麻烦 所以来说呢 这个垂直分库或者垂直分库呢 一般应用不多 我们订阅在哪呢 是关于这个水平分表 水平分表代表什么意思呢 把你的表 可能说还是这些字段 但是表里面的记录实在太多了 可能有成千上万条的记录 我水平的一刀切 切完之后的话 我不是把所有的记录都存放到一张表当中来 而是说我在另外一张表 那张表跟原有的表的 所有的字段分类型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就相当于把原有这张表的数据呢 我给你分开自己就存储了 现在能明白这个分表的意思吧 比如大家所做的 这次有三条记录 我垂直分表的意思能构建 第一张表 第二张表 第三张表 每张表都维护一条记录 这是关于这样 这是可以的吧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你采用这样垂直分 采用这个水平分表 还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什么问题 现在相当于是表结构 是不是就分开了 分开之后 那如果我对于用户这个组件 还是依靠于什么东西 还是依靠于自尊组件的话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 在第一张表中 ID有一个1的用户 在第二张表中 还有一个ID有1的用户 很有可能出文数据吧 所以一旦达到 那个数量级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ID 就要重新来去生成了 你要自己来维护 这样的ID值 保证哪怕是由三张表 或者更多表 组成了所有的数据的话 那所有的数据当中的 数据不应该重复出现 这是关于这样的 所以到时候呢 就得说 你自己来去维护 这样的数据值了 那一般来说的话 你仅仅依赖于这个水平分表 还不合适 你哪怕只依赖于水平分表的话 那你无非这三张表 是不是还是存放到 一台数据库里面 存放到一台数据库里面的话 那你规定到底使用的时候 是不是还是同一台机器啊 同一台机器的话 最终预言都是同一个磁盘吧 所以磁盘的效率 还是见到这儿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水平分表 再结合着这样的一个分库 就相当于说 我不再把这个表 放到一个数据库当中 而是说 我把这个表既然拆开了 好了 我就拆得更完全一点 我把每张表 都存放到一个 专属的数据库里面 每台数据库 都是一台独立机器 然后每台机器当中 是不是都会有自己的磁盘呀 现在我给你分开之后的话 那是不是相当于 这三台数据库当中 能够同时去运转的呀 对吧 能够同时去运转了 然后呢 每一个数据库当中 维护一部分数据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叫做水平分库分表 或者叫做水平分表分库 都是一样的道理 通过这样的方式 这是我们做的 这是在公司里面的数据量 特别大的情况下 才会多少去改变你的东西 然后呢 要去做水平分库分表 那这时候有朋友说了 那你现在分成这三个数据库 我怎么去查呀 我怎么去查学呢 那你去想了 我在去存的时候 我把哪条记录存到哪个数据库 这是你决定的吧 对吧 那我能不能就想了 比如说一共有一千万条数据 我把前三百万条数据 给你放到第一个数据库当中 把中间三百万条数据 放到后面第二个数据库 再把后面数据放到第三个 然后呢 回回来的时候呢 我根据你能组件的ID的一个序号 你如果是属于前三百万条的话 我去第一个数据库查 如果你书签的话 我去第二个数据库 如果是最后的话 我去第三个数据库 根据这个资料 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才维护到底是哪个数据库当中 去进行查询的 所以呢 这是你的数据库量 一旦大的时候呢 就去采用这样的水平 分库分表 也是能够去做到这样的点操作的 这也就是说 你的业务量已经相当大了 公司已经特别成熟的时候 才会运较到这样的点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 都是通过前面这个最基本的方式 来去完成的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好 这一点说完成之后的话 那关于我们说的 这个数据库的一个 咱们要能够知道的一个优化方案 就说完了 然后呢 如果再来进行优化的话 那是谁的工作了 就真的也是DBA的工作了 他要改什么东西呢 他就有可能要去调 像这个数据库 像这个MySQL 他的一个细节的底层的 圆码的配置参数了 他要去调那些东西 来进行优化 然后呢 再有的话 有一种 不依赖他也能够去完成的 谁呢 就是咱们向领导申请 换机器 换速度更快一点的磁盘的机器 能够去做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后端开发人员来说的话 这些技术点 是一定都要知道的 我们都要知道 能够从这些方面 都能够去进行优化 提高速度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的 好 这些双方正中后的话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刚才咱们一度的问题 哪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数据库的 索引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那数据库的一个索引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说了 你建立之后 能够提高查案速度 但是能够降低这个增山改 为什么这么去做呢 原因就在于 我们来看一下 那最终当我们在这里面去创建了一个索引的时候 数据里面 数据库当中到底做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结构呢 我们来去看一眼 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去 你只要在数据 你只要在数据里面 随便去搜 说数据库的索引 拿出来的图 这就是一个最原 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图了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个图是什么样的意思 比如说在左边 它呢 这个地方代表的是有一张表 这张表当中包含了两个字段 Colome 1 Colome 2 然后呢 这张表当中是包含了有1到7 7条数据吧 前面这个零差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的是 可以认为是 这条记录在磁盘当中所去存放的那个位置 通过这个位置 我就直接快速地定位到那条记录 能够去出来 这是关系战略 然后呢 按照我们来说之前我们没有见索引的情况下 是不是应该是一条一条件的对比啊 那就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语句 这个语句的话就是wire这个条件 wire这个条件的话 Colome 比如说Colome 2 等于谁呢 等于Colome 2 等于23 那一开始没建立索引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从头到尾 一条一条一条件的对比 然后呢发现这条记录里面Colome 2 等于23 所以呢 它的记录在哪呢 是在这个零差第一 所以呢就把这条记录的整个数据呢全都给你返回了 这是关系战略 然后我们说了 如果一旦建立索引之后呢 那这个所以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种数据的这种一种存储方式 是专门单出来的 就像你前台的那种表格了 那只不过是不是那种表格 而是那种东西呢 这个地方大家在去学数据结构课程的时候呢 那四天当中就回了老师给大家讲 这是一种数据结构 叫做二叉数 当然每个圆圈都代表是一个节点 是一个点 然后呢这个点当中是不是分了两个叉了 是代表二叉 然后呢对于呢你看一下 你倒过来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是树啊 这是树的根 这里面是树的叶了 你倒过来看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是倒的一棵树啊 所以叫做二叉数 那这种二叉数的话 这个东西呢 就是相当于把你的所以呢 变成了一种二叉数的结构了 那这种东西怎么去进行维护呢 或者说这个结构 为什么能够加快速度呢 这个结构就有一个特点 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当中你在这里面去看的时候 每一个节点 它左边这个X的数据 数据值都会比这个节点小 右边这个节点的数据值呢 都会比较大 你随便找出来一个节点 都是这样的特点 你去看一下 我在这里面22 左边是比较小 右边比较大呀 这个89 左边数据比较小 右边是比较大呀 适当方式吧 而且呢这种结构呢 它要保证 以中间来进行分隔的时候 两边的这个层级的概念 这是代表一层 两层三层 这样层级的数 两边基本是只差一层 就是说 基本是相类 相对应的 基本是对劝的 不会左边有十层 右边可能只有一个点 不会那样的 它是保证这样的 基本是中间的状态 那既然保证这样 军中的那的话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了 你看一下 中间的这个根的这个点 那正好就是中间值 所以就说 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跟你翻字典是一样的 有些时候 我在去查找的时候 我何不容易先查找一个字条 然后呢中间一翻两半 然后呢我去看一下 中间那个字条的值是多少 我要找的是比它大 还是比它小 如果比它小 我是不是在前面再找啊 如果比它大 我是不是在后面找啊 没有翻过字典吗 不要告诉我 有在多年字典都没有翻过啊 那好多年都没翻过 但是说也有印象啊 如果我懒得去找前面的结构的话 一般是不是一半一半去查找 所以这个结构呢 正正好是这种 就是折半折半的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维护了这样的结构之后 假如说书记库当中 我就对这个column2 这个字段建立了一个所以 紧接下来书记库 就会把这个字段的值 然后呢单出来 提出来维护一下 然后呢并且把这个字段的 这个值所对应的 那条记录的位置 也建立起来 然后呢 接下来 当我执行一条色谷语句 说了 wire column2 等于23的话 那它怎么做呢 不是直接在这个表里面 一条记录一条记录做 而是回后来 在这个索引的 这个结构当中 进来查询 我先从这个最景点的起点开始去做 我先来看一下 23比这个节点 是不是要小啊 好了 现在小 我应该肯定是在左边 所以在这了 这里面发现 23是不是22呢 不是 23还比22大 所以好了 我到右边 这时候再来看一下 23是不是马上找到了 找到之后 那在这个点当中 它在进行维护的时候呢 还会维护着那个值 就相当于是 每条记录这样的编号值 都会在这个节点当中 来去存放一下 这里面就会存放着 零差第1 所以 那你先来看一下 我是不是通过三步 就直接找这点了 紧接下来 就会直接根据 它所定的 原来是在零差第1的 这个位置上 所以就直接 就那个位置上 找到那条数据了 所以就通过这样 来加快查评讯的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么先来看一下 为什么维护这样的结构 最终反而带来的就是 降低了它的 这个增山改的速度呢 那你去想 如果说 我此时 现在要多出来 一个最近的节点 是哪个节点呢 比如说 我现在再往下 增一个节点的话 增一个什么样的节点呢 比如说 我增加78 我要去增加一个78 那你说这个节点 我应该放到哪儿啊 是不是应该放到 这个地位上 它是不是肯定要 比77大 然后再比这个小吧 应该放到这个地方上 所以相当于 我不再画这个圈了 我就在里面直接去写了 比如说这里面 可能会有一个78 好了 78放到这 放到这个78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 那我再来去想 那如果我再往下想的话 还有79 那79的话 我们放到哪儿啊 按照我们再说的话 是不是你可以在这里面 直接再往下走啊 好了 79 你放到这 你去想 如果我就按照这样方式做的话 两边还不平衡吗 不平衡的话 右边的这个节点 是不特别多 而左边的节点特别少啊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找到时候呢 如果你中间的这个节点 不在中间位置上 而是一边多 一边少 如果那个值是 比它大的话下 我在这边查语的速度 是不是会变大呀 变多吧 而左边的话 是不是会变小啊 所以也就是说 最终你只要去增加了一个新的节点 好了 它整个的这个数的结构 得重新调 这个数的顶点 就不一定是34了 它要保证这个顶点 必须是所有数据的空间值吧 所以整个的结构 都要去调一下 所以你现在看 整个结构都要调 那这个速度 是不是就降来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只要你改变了一个数据值 增加 删除 或修改 意味着整个这个结构 都得重新再减一次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相反的 你会带来降低的这样的性能 所以现在呢 麻烦你什么 谢谢大家